昨晚的2021央视国庆晚会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 到目前为止 央视举办的大型晚会 众生都有加盟 这也是非一般的实力了 众生分别亮唱了 2021央视跨年晚会的雪落下的声音 2021央视春晚的灯火里的中国 2021央视元宵晚会的春天到晚家 2021央视七夕晚会的画卷 2021央视中秋晚会的春天到晚家 2021央视国庆晚会的听我说 当然周生也参加了 其他的各类央视和非央视的晚会 不得不承认 在歌曲舞台这一块 周生就是如此的得人心 如此受待见 话题拉回今年的央视国庆晚会 央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当晚的央视国庆晚会 无论是在话题度方面 还是在收视率方面 都让人望尘莫及 央视国庆晚会播出后 收视率急速破3 收视巅峰更是破3.3 在收视率方面远远的超过了 同时段的湖南卫视 并且获得了同时段的收视冠军 话题度就更不用多说了 热词2021央视国庆晚会的阅读量 已经超过了7个亿 热词央视国庆晚会周生 更是登上了热搜榜 另外关于周生的热搜 还有周生国庆晚会 唱出五股风筝的感觉 其他关于国庆周生的话题 更是难以计数 作为各大晚会的宠儿 周生淡晚演唱了歌曲《听我说》 这首歌曲让小编想到了《周生在去年》 也就是2020年开年的第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也叫《听我说》 虽然两首歌曲歌名一样 但是曲风却完全不一样了 2020年的《听我说》 温暖治愈催人泪下 而2021年的《听我说》 就要换快很多了 而且更加儿歌化 这首歌曲的舞台有132个伴舞 而且还要不断的换造型 多彩变砖也是一大亮点 在录制的时候 伴舞们还要换五套衣服的 一共花了六个小时左右 才完成了这首 时长只有两分半的歌曲 不可谓不辛苦不敬业了 周生的表现 也是得到了导演们的认可 周生为了录制舞台 唱了十遍歌曲 被导演们称为 配合度很高的歌手 只是因为周生对歌曲的热爱 周生无论是什么样的舞台 大型舞台也好 小型舞台也好 都是非常的投入去讲唱 这都源自于 周生自己对歌唱事业的热爱 而这也是周生被专业人士喜爱 同时也被普通大众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周生心中有爱 因为这份爱 周生可以放下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场 请你来听我的演唱会的节目 周生在演唱环节 演唱了歌曲 繁星璀璨的天空 我和我的祖国和大鱼 周生在寒天院的演唱会 其实早早的就在网上被录透了 不过再听一次正版 效果依旧还是很不一样的 相信大家也看过了吧 最后是视频预告 10月3日 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06 有周生加盟的伟大正宠节目 还有周生合唱的小看之歌 10月4日 也就是下周一 就是曹拜72小时了 再往后就是10月17日 北京卫视纪录片紫禁城 以及紫禁城的主题曲光亮 你如何评价周生在央视国庆晚会上的表现呢 关注小编视频的人 是否有参加曹拜72小时的朋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进展更新 欢迎订阅我们来订阅我们来订阅我们来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